就失败啦 哈喽又是我阿明啦 欢迎来到明百生活这个频道 看到吗这边有一白饭 这个是昨晚吃生的白饭 现在我现在来教大家怎样处理 吃剩下的白饭 不要浪费 Let's go OK 现在首先我们就要 把我们的白饭倒了一个比较大的 这个碗啦 然后 再加麻油泥 麻油泥你们可以买罐的 我就买这个包装的啦 这个packing的就比较方便 看你们的饭的分量多少 那再加多少的麻油泥 我这个饭的分量大概是这个两包 是多少 这个凉包 凉包差不多 100ml这样啦 也没有人去算啦 看你放多少你再放多少啦 然后就准备这个 都那鱼 罐头都那 记得这个罐头都那尽量买没有油的 因为我们不要它油太太过油啦 我们要比较干的都那鱼 这个是delete spread with都那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啦 我们来开来看 这个好像有点太适的 是不是 只是你们尽量买比较干的 只是都那 就罐了啦 用解银 这个尾罩放下去 过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把它弄成好像饭团的形状 三角形三角形的 就你们可以用手套 我今天就没有买手套啦 就用纸袋 不好意思啊 我们先把它搅均匀先 ok 都差不多均匀了 我们就要做成饭团的形状 我是第一次做啦 尽量啦 像吗 像饭团吗 是有点太大力啦 搞定啦 搞定啦 我的饭团 二十六八十十一 有十一粒的饭团 我 我剩白饭还是剩很多一下咯 你看 可爱吗 第一次做的 就讲究一下啦 没有这样 正宗的饭团的set啦 ok 那个饭团已经弄好了 现在还有另一种吃法呢 就是 呃 把剩下的白饭 把它弄成 饭煎饼 饭煎饭 饭煎饭 饭煎 就是拿来煎的啦 ok 首先就是这个剩的饭 再两张的那个 plastic 塑料袋 如果你们家里有大张而已 就比较好啦 因为我是没有大张的 我是用塑料袋剪 剪两半把它变成 比较大张一点 然后就把我们的饭 倒下去 上面压一张 然后就拿 有圆的瓶子 还是你们有那种 那种叫做做面粉做 做包的那种推啦 那个叫什么不知道啦 就是拿来压扁它 就不要压太薄啦 太薄的话 很容易出呀 就大概大概压一个厚度就可以了 哦 有点太薄了 好压的 如果你们的饭蒸过了 你比较黏一点 你就比较好做啦 因为我的是割夜了的 所以比较脆一点 OK 差不多 全部都扁了 那我们就要准备一个杯 做成一个圆形的饼 我们来试试看 我也是第一次做 哦 OK 现在我们的饭团 还有我们的饭饼 已经做好啦 是不是很漂亮嘞 这下来我们就要做我们的酱料 我们在烤的时候 做一点酱料嘛 对不对 这个酱料呢 就是呃 就你们可以自己准备 也是可以去外面买这个 照烧姜 看到吗照烧姜 就比较方便了 还是你们要自己的口味自己调咯 他的调法呢 有的是比较容易啦 就是啊这个 酱油 少许 然后 白糖 少许 然后 这个香油 香油的话 这边就叫抹油 抹油麻油 咦 两开 OK 还有这个是 番茄酱 一点点 如果你们要放好油也是可以 餐出来的味道我不知道是怎样啦 就大概大概 试试看 不然的话就放回那个照烧姜 就比较方便 OK 咸咸咸甜甜酸酸 放这备用啦 现在就要去烤我们的饭团和饭饼啦 涂上灶烧酱 在生蒸香葱 放入冰箱 在抹評订了材料 油又可疏誓 賬达 了ך 崩力 流血 毛 切成 我们的饭团就煎好了 你不要看它黑黑这样啊 黑黑其实是那个酱料的颜色 放它比较黑所以烤的时候会看的比较黑啦 就 建议你们就是以小火来烤不要烤太 不是不要烤太是不要放太大火来烤因为 很容易黑 还有这个饭团烤完过后呢就是 我中间会加 一小片的那个纸菜 看起来比较像日本的饭团对不对 然后呢我们的那个煎饼呢 放煎饼煎饼饭呢 就失败啦 就是可能太薄还是可能我油放太多 就我再下次再试试看啦 再做第二次给大家看 so现在我试试看它的味道 然后 嗯 猪娜味很香 如果你们要有点酸酸酸酸的感觉呢就 烤久一点呢 外不外层给它酥脆一点 好咯 今天就到这边啦 喜欢我频道的朋友请记得 subscribe 打开小铃铛 还有按赞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